普里镇垃圾问题因为外县市焚化炉碎修无法外运 在县政府环保局的帮助除了将垃圾进行打包处理外 也在清洁队进行暂时堆滞 请相亲可以放心不用过度的担心 由普里镇公所与议员业人创陈一军召开 针对垃圾打包三下午堆滞移除的协调会 日前在县府环保局长李毅书与地方的协调之下 先前运往纯公里钻石堆滞 但因为堆滞点靠近景一致来水区水区 因此当地民众担心水源会受到污染 南投现在目前垃圾处理的确有一些困境 所以我们当初的做法是希望可以把垃圾针对进行筛选 然后把这个比较稳定的部分塑胶类的部分打包 然后比较不稳定的生殖物 希望做一些塞下物的占置辅守 在最短的期间之内 把这个骑程跑完来移除不只塞下物 也来移除我们城公里 我们桃米里 我们两里居民的一个疑虑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设置焚化炉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但是是我们必须要共同面对 跟一起去处理的 那未来才有办法 真正解决我们南投县内的这个垃圾的问题 环保局长李一珠表示 垃圾问题是目前全台湾民众主要共同面对的 除了长期目标建立焚化炉 最重要的是随手将垃圾减亮 也希望民众共同配合 让我们生活环境能够变得更好 那这个部分涉及到后续的工法 包括泥土的夹杂怎么样去除 所以我们会先放上对部之后 再去研议怎么样的做法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这样圆满处理 先把塞下物的部分运离开城公里 让居民能够放心地营用 营用它的营用水 然后后续再来处理我们大埔里的问题 怎么做垃圾解决 由于普里镇垃圾因为外县市焚化炉税修 无法外跃 再将垃圾进行打包处理 去化剩余的三下物 在真公所与地方人士的协调沟通 目前已经已至清洁堆处理 请相信不用过度担心 记者曾光佑 普里镇采访报道